舌中有裂纹 得小心脾胃 常见的四大裂纹蛇 今天依次给你讲清楚 舌头就是脏腑的镜子能反映出脏腑气血阴阳的好坏 将裂纹蛇大多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精液 气血以及阴液出现问题而引起的 但应广大粉丝要求 我们今天着重来讲一下 舌中的裂纹代表着什么 中医认为舌头前中后都有对应的脏腑 而这舌中反映的就是脾胃的问题 如果你舌中有裂纹那就要小心脾胃了 而常见的裂纹蛇以及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照一下 首先脾胃有热舌头就像地面 当脾胃火热之气太重 热气就会把水分给烘干 这个时候舌中就像地面一样出现裂纹 并且颜色还发红舌苔发黄干燥 平时伴随着一些口干口渴饿得快吃得多 以及牙齦肿痛口臭胃痛便秘等情况 这次调理就在清热卸火为主 可以参考一个黄莲青味丸 其次脾胃金叶亏损 那除了火给地面烤缸外 当地面本身缺少水分的时候 同样是会出现裂纹的 所以裂纹蛇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脾胃阴虚 这种舌头伸出来也红但没有舌苔 并且平时还会伴随着一些身心繁热 手脚发热以及胃里隐隐作痛 饿了但不想吃饭 甚至是晚上睡觉后出虚汗的情况 这种调理就得滋阴为主 可以参考一个阴虚胃痛颗粒 然后脾胃气血亏虚 气血不足不能想上滋养舌面的时候 裂纹也会出现的 而这种裂纹蛇整体颜色淡白 几乎没啥血色 并且平时 容易伴随着一些神脾乏力 头云眼花 心慌心悸以及失眠睡不着 脾胃消化不良 容易腐胀腐痛等情况 这时候调理就在健脾胃补气血为主 可以参考一个人生健脾玩 最后脾胃虚 弹湿重 除了地面缺少水分外 水分太多 也是容易把地面泡发 然后导致裂纹出现的 所以脾虚弹湿重的人 舌中也有裂纹 并且这种人舌头整体还滑湿 舌苔比较腻 甚至是厚腻 两边有齿痕 平时就容易出现些头晕脑胀 四肢困重 头面爱出油 嘴里发腻 腹胀消化不良 大便吸糖等湿气重的情况 那条理自然以健脾驱弹湿为主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考 深灵白珠伞或者是二层丸 当然脾胃问题还有很多 今天只是简单的举了几个常见的例子 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属于这种情况 就比如有的人湿热太重 舌苔黄膩也是会有裂纹的 或者是情况复杂时 甘于脾虚 脾肾阳虚等 多个脏腹问题同时存在 这种条理就得根据自身情况为准 必要是还需要搭配上其他中程药配合条理 所以如果你拿不准的话 建议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自己盲目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